大家好我是沃斗 今天介绍由著名的编剧和作家 史迪芬金小说改编的高峰恐怖片 小丑灰魂 看似平凡的小镇 每个27年就会突发一次儿童失踪和死亡案件 背后有什么大秘密吗 让我们一起慢慢的了解真相 故事发生于一个叫做德里的小镇 我们得了感冒的小篮主折了个纸船 弟弟就拿着这个兴冲冲的跑出去玩耍去了 只船一路顺着雨水飘进了下水道 他这正要去捡 谁能想到此时一个小丑突然出现 跟弟弟套起来近乎 毕竟是孩子嘛 哪知道危险的临近 正要伸手去拿 就被小丑咬断手臂拖入了下水道 拦主的亲弟弟就这么消失了 许久之后算是抚平的伤痛 但其实拦主的内心一直都坚信 弟弟没有死 可能是顺着下水道冲到了下游 来主的学校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 画楼的眼镜仔 有着严重洁癖的妈宝地 一个比我发起线还高的小卷毛 大家约好暑假去小溪边玩 正巧小溪就是下水道的下游 大家一起去帮忙找找也好 另一边 小黑是屠宰场的学徒 他的父母死于一场火灾 这天这样去上班 紧闭的大门突然出现了 他父母遭遇火灾的恐怖景象 随后小丑就出现了 就在关键时刻 一群经常欺负小黑的小霸混混们路过 也算是因祸得福的救了小黑吧 拦主的朋友小卷毛 害怕他老爸办公室里的一副恐怖的抽象 这天去放东西 油画突然就掉了下来 小卷毛呢 就把那个画给挂上去 画中的那个恐怖女人竟然不见了 一回头 那个女人突然出现在眼前 吓着卷毛夺落而逃 新生小胖 刚转到拦主的学校 不仅一个朋友都没有 由于比较胖还经常受那些小混混的欺负 只能泡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这无意间翻到了小镇历史的图书记录 这个镇子曾经发生过好几次群体死亡事件 什么钢铁厂爆炸案啊 酒吧纵火案啊之类的 其中一张照片若隐若现的有小丑的脸 再往后翻 一个树上挂着一个孩子的头 怎么这么像拦主的弟弟 但是时间对不上啊 此时一个红色气球飘过 沿路还放着奇怪的扭蛋 像是引他过去一样 小胖好奇的追到了地下室 突然灯光一针闪烁后熄灭 老照片中那个被烧死的小孩的无头尸体 静止朝他走过来 小胖赶紧撒鸭子的跑啊 直接撞到了管理员大姐的身上 幻象才消失 看来小丑就是幻化成大家内心中最害怕的东西 才能更好地吞噬他的猎物啊 小胖刚从图书馆出来就碰到了小混混 被他们给逮到 为首的黄毛拿出堂皇刀 要在小胖的肚子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哪有你这样做坏事还留名的 这个智商在恐怖片里属于必死的 情急之下小胖一脚踢过去一路狂奔 正巧遇到男主几个人 大家平时都是被拉帮混混给欺负的 于是决定带小胖离开 在药店遇到了我们的女主正在买过身金 她也是经常被女同学欺负 还造谣她什么身心浪荡之类的 女主在家里还有个控制欲 占有欲极强的变态老爸 总之大家都是平日里混得比较窝朗的 就算这么认识上了 隔天一起玩的时候 小胖也就把她图书馆里发现的事情 告诉了大家 这个镇子儿童的失踪率和死亡率 比一般的镇子高了六倍 肯定有问题 妈宝地回家路上 经过一间废弃的木屋 竟然就遇到一个满脸身仓的恐怖丧尸 她本来就有洁癖又有哮喘 那还不吓得要死 一路狂奔 果然遇到了小丑 而另一边 女主在家也听到了下手道传来奇怪的声音 拿着卷尺 探君去看一看 竟然拉出了带血的头发 突然这些头发将女主给捆住 然后大量鲜血喷涌而出 将整个卫生间染红 女主当然是吓傻了 可变态老爸听到动静走进来 对眼前的景象视而不见 难道说只有小孩子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吗 女主现在正直出巢之期 她怕的就是血 当然还有她变态的老爸了 视觉来到男主那边 她也不好过 在家里的地压室 也看到了失踪已久的弟弟 还穿着失踪那天的黄色雨衣 接着小丑照常出现吓人 小丑啊小丑 你这节奏轮番下虎 一天天你忙得很啊 隔天大家聚到一起 决定到女主家帮忙做清洁 男主就先坦白了 她见到了小丑 这么一说大家都承认见过小丑了 除了眼镜在 可能只有纯洁的人才能看到小丑的幻象吧 回家路上又遇到了小混混 正在欺负小黑 大家多年来受霸凌的委屈 今天一起宣泄出来 双方打起了石头战 男主这边人多势众 最终还是将黄毛的跟班给打跑了 留下黄毛狼狈的倒在地上 独自面对失败 这街上又出现了新的寻人启事 小胖发现了规律 这个镇子每次发生重大事故的间隔是27年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邪恶的小丑 定期就会出来制造事故 吞噬小孩 然后休眠 而现在正好据上次事件 就是27年了 大家赶紧来到男主家的车库 把那些离奇案件的发生地点全部都编凹出来 这才发现 案发地点全都在夏日道旁 而夏日道全部通向一个叫做景亭的地方 如果没有猜错 景亭就是小丑的老巢 话还没有说完 投影仪突然自动切换图片 小丑又出现了 就在关键时刻 大家赶紧打开车库 阳光照进来 小丑这才消失 竟然已经知道了小丑的老巫 拦主直接骑车过去 映入野莲的就是那栋废弃的木屋 眼镜仔和妈宝地陪着他进去 其他人在外面先暂时放风 这一进去就走散了 妈宝地最怕的生仓的那个流浪汉 再次出现 一把将他推到了楼下 浑睡过去 这边的眼镜仔 也被关到了一个满屋子小丑玩偶的房间 此时 一个棺材里竟然放着自己模样的玩偶 赶紧盖上 突然小丑就蹦了出来 信号拦主赶到 及时拉走了眼镜仔 才躲过一劫 他虽然之前没看到什么恐怖的景象 但他最害怕的其实就是小丑本身 总之大家一进去就是各种幻象给吓到了 而房屋下面果然有一口井 这里是小丑老巢 实锤了 大家从鬼屋逃了出来 拦主还是不死心 可其他人都害怕了 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随后各自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小丑也算安分了一段时间 小混乎狂毛 也是个气软怕硬的家伙 平日里霸凌拦主他们很猖狂 这天被他的父亲狠狠的教训了一段 在跟班面前颜面无存 镇子愤恨 一个红色的气球出现 下面放着之前丢失的堂皇刀 这不明显是暗示黄毛去杀人吗 电视上也出现了小丑 不断的怂恿黄毛杀人 果然 像为附体一样的黄毛 将熟税的父亲给杀死 回到女主这边 变态老爸听到了那些谣言 战友欲大爆发呀 发了疯的似要强暴他 女主情急之下 一记段子绝孙腿提过去 再接一马桶盖敲晕了老爸 可是一转头 就被突然出现的小丑给掳走了 拦主正巧来女主家找他聊感情 发现了墙上小丑留下了血书 救他你就会死 这还得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 拦主赶紧召集小伙伴们 为兄弟可以借口忙 为妹子了当然是要去了 大家决定摒弃牵牵 一起前往救人 上次是大家分散了 由于恐惧被逐个击破 咱们这次只要团结在一起 勇敢面对就能战胜小丑 再次来到恐怖的鬼屋警旁 记号绳子下去 小黑是最后一个 可此时埋伏在旁边的 黄毛突然背后突袭 小黑受够了他的欺负 也是拼了 捡起地上的石头 拍到黄毛头上 一把将他推到了井里 此人就这么交代了 这个时候女主也醒了过来 身处一个巨大的空间 中间堆满了垃圾 空中还漂浮着很多的尸体 他们就应该是那些 失踪的孩子们了吧 女主正想逃走 小丑突然出现 又将他给弄晕了 男主一行人呢 顺着失踪弟弟的影子 追了过去 也就找到了漂浮起来的 昏迷女主 赶紧拉下来啊 小胖可能是 迪士尼的动画片看多了 直接就一口亲上去 竟然还真的就把女主 给亲醒了 所以以后各位要是遇到了 妹子有什么晕倒的迹象啊 先亲上去再说 大不了就拿这出 童话情节来背锅 男主也在一旁 找到了弟弟 双方拉出一个 泪如雨下呀 可拦主认清了现实 弟弟早就死了 这根本就不是他弟弟 于是掏出 小黑从屠宰场 拿出来的枪 抠动了扳机 果然 弟弟抽搐中 变回了小丑本来的模样 此时大家什么都不怕了 只有战胜内心的恐惧 才能打败小丑 一起齐心协力 与小丑展开乱战 可毕竟是群孩子 拦主还是被小丑给制住了 此时 小丑放话了 他只抓拦主啊 其他人可以离开 以后也不骚扰你们 你这明显是分化大家的团结啊 小伙伴们一起 经历了这么多 相互帮忙 相互给予勇气 不可能放弃拦主 又合力跟小丑打了起来 小丑呢 又不断的化化成 各种大家害怕的东西 他的能力就是 你越害怕他 他越强 你越勇敢 他就越弱 后面完全就是 大家疯狂的围殴小丑 当最后 小丑变成女主的 变态老爸的时候 女主直接一铁棍 插入嘴中 这次小丑总算是泄气了 逃回了黑暗的弟弟 而旁边的垃圾堆里 就是拦住弟弟曾经的衣服 显然无论如何 弟弟再也回不来了 之前说过的 小丑每27年就会出现一次 为了防止他再次出现围殴人间 小伙伴们也煞雪约定 只要小丑再次出现 无论他们在哪 都会回到镇上 再次跟他战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应该会好奇 小丑怎么来的 电影的篇幅有限 还未详细说明 小说里讲过 它其实是已经存在了 几百万年的 外星濒临灭绝的物种 可能无意间来到地球吧 而小丑只是它幻化的 一种形象而已 为什么是小丑呢 因为马戏团的小丑 很容易接近小孩 然后吓唬对方 越天真纯洁的人 越容易相信眼前的一切 越发恐惧的孩童身体 就越合乎小丑的胃口 电影与其说是恐怖片 其实不如说是儿童片 七个孩子之间的友情 和懵懂的爱情 团结在一起 用勇气战胜噩梦的故事 那么小丑回魂2 已经出炉了 27年后 小伙伴们都已经长大了 他们再次回到小镇 对线诺言 那么会发生哪些事呢 国内越线应该是上不了了 如果大家还喜欢看2的话 点赞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儿童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